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韬也说 只要有若干美貌的女生 要追男生 男人很容易 然后你说丑女就不用说了 很难 我听有人说过丑女也不难 他伸手抓一下男人的裤裆 除了我跟文韬能够抵挡以外 其他人都不容易抵挡 咱们不能随便说什么美女丑女 这都叫政治不正确 以后我决定就是说 我今天不知道怎么跟女人说话 我已经没坑了你们说 其实义军我觉得特别自然朴实 我发现义军 我对他有一种审美 就是他也是一种女性的典型形象 对吧 那都不是女性了的感觉 就是好像别人 像我们有时候有些什么直男癌的言论 在你面前好像就自然被融化 不能在讲女人的外貌 女人可以对你旁边眼 你就不能评论女人的外貌 他特别 我不能说特别朴实 我觉得有个印象 你记得有一回咱们在伦敦 你知道吗 这种女的我也喜欢 就是说 她穿这个裙子 我们在伦敦那个小饭馆吃饭 然后本来要从门那进来 可能那个门还没开 然后我们已经坐在桌上 有个这么高的小炸蓝 腿这么高 然后义军 那我过来吧 不想让你们一群人都起来 我就说我自己解决了 然后我怪不得 我觉得你当时眼神有点变化 我一下变得 眼神一下变得温柔了 你知道吗 我喜欢两种女的 一种就是有美色的 有魅力的 确实会被你魅惑 对吧 但是另一种 就是义军这样的 就是他 他也没觉得 你要把我当个男的 或者说你随便跟我 开点这个女的玩笑 对他来说 我觉得 你知道我最喜欢的境界 人家说希拉里 但是其实希拉里 也不一定是那样 有人说他最好的一个境界 他是无性别 我比较喜欢这个状态 是 无性别的 对 我就觉得 这就在你身上 这个什么 只能挨无所施展 但是他 他有 有他的这样的才学 有他这样的能力 你是 上海人 不是东北人 因为他刚模仿你 那夸过去的动作 我又想起东北人 干啥 这是什么话 啥回事 你们香港人真实的 这个趋于之间 不是 反正现在我就觉得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家规以后 咱们这个 今时不同往日了 对吧 就是对女的说话 确实需要特别小心 要不我还是念一下 人民日报吧 对 我最近我特别爱学习 这个党报 党报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引起我思考一个话题 因此呢 我觉得大家不要 对党报有偏见 我经常看 你比如说 人民日报 我给你念一下啊 哎呦 绝这个推眼镜的动作 哎呦 老干部的 老辣肉了 老干部就是 哎 呃 是孟祥夫先生 同志吧 写的 就是说 人民日报 10月25日消息 日前到基层调研采访 听闻 有基层纪检干部 在约谈出现 苗头性问题的干部时 开场白便直输胸义 兄弟 对不住了 找你谈话 是领导的意思 还有的则说 哎 约谈你啊 是上级纪委的安排 请多理解 多包涵 人民日报 党报批评这种现象了 这种以领导为托词 颁上级当救兵的做法 实则是少数纪检干部 极力撇清责任 努力装好人的障眼法 约谈提醒 约谈寒寻 就有谈话寒寻 就有时候是发泄 是吧 本来应该严肃庄重 被约谈人 也只有在严肃 而又紧张的谈话氛围中 才能红脸出汗 达到提神醒脑 或是悬崖勒马的效果 相反 如果这个谈话人 一开始就撇清责任 谈话就可能纯粹沦为 喝杯茶 聊聊天 也就自然达不到 教育提醒干部的效果了 你看这个心理分析 细究之下 少数纪检干部 临阵退缩 多半源于他们 怕得罪人的心理 熟人社会 少数干部碍于人情 摸不开面子 约谈 也就装装样子 走走过场 有的干部 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 有基层纪检监察干部反应 谈话中 揪住人家的小问题不放 容易招人记恨 万一以后人家转岗出去 给你穿小鞋 怎么办呢 这个其实 无论是怕得罪人 还是担心个人发展受影响 归根到底是缺乏担当 不敢较真碰硬 殊不知 监督执法问责 是党章赋予各纪纪检干部的 根本职责 一旦失去担当 履职尽责不到位 非但进步无望 更可能因此 受到追责 勇于担当 是共产党人 自身应具备的鲜明特征 你这个气势 人家一定脸红心跳 心神醒脑了没有 这样调查 坦白讲 你要用朋友的方法跟他谈也行 用好像高官跟他谈也可能有效 很难判断 可是最保险最科学的方法是什么 你不要一个人跟他谈 一定是有其他人 比方说两个三个 其实那三个跟他谈的人 也互相监督 或者互相提醒 你有什么没问 或者说假如你放了水了 站几个人不用说话就这样 你放了水了 别人可以 你就担心别人看到你放水 比方说有一天我去调查 我一定放水的 可是文道就在那边 他就会严厉挤责 对 但是你知道 我从人民日报要学党报 我得到的一个感觉是什么 就是说 当然我不是共产党员了 但是我可以在客观的立场上去观察 我就觉得共产党的领导人 他实际知道问题的症结 他知道 你知道这个里面 他说的是一个什么问题 佳辉你港人未必能够想到这里 就是说 你比如说 我碰见你们这个作家 这个作家 作家有时候写的书 有这个一些犯记的一些问题 你知道现在他就跟我讲 他说实际上来找我谈话的这个人 跟哥们似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 你这书写的挺好 但是你也知道 咱们现在就是这个规定 对吧 你稍微改一改 这无所谓的 这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就 你知道他这个讲到什么呢 就是有些这个管事的人 这就是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说的 为什么要纯洁 共产党的队伍 你失去信仰 你失去信 这也就是说 你说话是什么呢 是江湖逻辑 是江湖逻辑 你看这明日报批评的 咱们完全理解 这就是几千年中国人的江湖人情 哎 按说都是老谋深算 可是呢 按照这个共产党最高的这个信仰道德的要求是 你为什么要提神醒脑啊 你是坚信你是正确的 你是坚信他贪污腐败事物 是要破坏我们党的机体的 当你用江湖的口吻说话的时候 这说明党报发现 当你用江湖口吻说话的时候 您恐怕这个信仰 过去共产党信仰的成功 就是能够用这个党的这个信仰啊 压倒了人们的这种帮派的信仰 拉帮结派这种江湖的这种逻辑 就压倒了呀 也曾经在一些年代里 这就真的这样是是是这样啊 但是你看现在这个东西冒头了 哪怕是少数基层纪检干部 你看他查你 他寻的是江湖人情的逻辑 找你谈话的 现在你看他里面也讲到这个什么 什么什么熟人社会啊什么的 我发现这个词就是大家现在把它都用的特别的多 就一说这个词就一个到了最后的一个死活动 不用说了 反正我们熟人社会我们就这样 但其实以后就还包括你说的这个江湖逻辑这样 其实这样就是一个死结 其实在中国他那个费孝通当年说这个词的时候 他更多指的是农村 其实在中国我觉得一直特别是官场上啊 士大夫遵行的那种逻辑还不一定是这个熟人社会 你讲的特别好 对吧 我得去广告 你想想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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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军接着讲讲 其实当时特别是遵循儒教的士大夫 他们一直认为法其实高于王的 他们觉得其实任何一个王 他是做不到真正的人 这个智人他们是做不到的 尽管有些人会有一些 就是惠于民的一些小的政策 但是他其实内心没有真正做到人 他说如果你这样做到圣王 你自己就是圣 那么你可以是法律 那其实一般人是做不到 那么其实过去的这个士大夫 他其实有点像就是古罗马议会里面 那些那个长老那个元老 不断的在提醒这个凯 就是这个凯撒 其实你做的有 你还是有不对的 其实就是说过去的官场上 也一直有一个高于这个领导的 这么一个东西 在那里有个最高的一个准则 就包括我其实讲的更通俗一点 就我小时候喜欢看那种 那个什么古装 那个电视剧之类的 你发现没有 他们去打仗的时候 明明是我要去讨伐你 我要抢你的就是这个地盘 他那个前面书的大旗叫 替天行道 对不对 什么字 他古人为什么要说替天行道 他觉得是有一个天 有一个天是什么 就是英文叫justice 正义 其实说我是替这个天去来 践行这个正义 那我就自己觉得特别有正气 那这个纪检干部也是 他们的洗脑工作就是没有做好 培训没做好 应该先关起来 就是告诉你们 你们做的事情是正义的 一出来去讲话就说 哥们儿兄弟 今天我来替天行道 你不觉得脖子都硬了 他有一个高于 所谓上面要怎么说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可是操作起来不容易 不管我怎么样受到 先告诉我 这是一个mandaid 天命所在 我有信仰 党的信仰 我来跟你聊 他还是文韬 还是我合作了许多年的哥们 还是会有这种感情的矛盾在 所以还是需要用制度来做好准备 比方说在香港一个制度 不管我们做什么评审 今天凭你什么进话筒掌 进什么掌 我要先申报利益 我跟这个人有多熟 我在工作上面也没有交集 他是不是我的三等亲 是吗 对不起 你不要去调查他 所以你先从这个来弄 你就根本没有机会 会没有空间 给你去卖弄江湖人情 我难道跟你说 豆先生我们哥们 什么什么 他说很奇怪 我跟你今天才见面哥们什么 我叫公事公办 假如你真的做一个认真的调查 因为你刚说去找作家谈话 那个不是调查 都倒是可以这样叫 那叫游说 说服 我先跟你讲 你这书其实可以改一改吧 大家好好做吧 这个叫敬酒 可是罚酒这是调查 调查是不一样的 除了我用的要申报 我跟我被被我调查的人 有基建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要避嫌 那另外呢 最好不要只有一个人来调查 还有两三个一起弄 我还是觉得不管你天命 有多强烈信仰有多坚定 人就是人嘛 我们那个所谓民主制度 法制制度 就是说假认 假认人还是会作恶 有作恶的可能 所以我们就要防范 可是呢 我现在又讲了 就是说江湖啊 人情世故啊 当然是有它贬义 是个贬义词 现在都是哈 可是我挺留恋的 真的 我又会 我以我一个中国人啊 我听到人情世故这几个字啊 我现在觉得很温暖 我认为它是一种做人的 一种这个圆润 就像说 当年这个张作霖 不是教育张学莲吗 说江湖 你能搞得懂人情世故 能搞中一门 你就一辈子都搞不完 你要全懂 那是不可能 我觉得是一种 也是一种很深的 做人的学问 朋友关系好 周围环境好的中国人 你注意看 他深通人情世故 人情世故啊 不是一个坑别人 自己占便宜 人情世故 甚至有的时候啊 是舍己为人 你看那些成功的 很多成功的 我发现他 他的人际关系 为什么很成功啊 他把朋友的事 当成他自己的事办 就我 我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包括一些 很微妙的东西 你明白吗 今天你来帮我一个忙 你比如要叫我说 今天少数吧 个别吧 年轻人 我就觉得在这方面 锻炼不够 有时候做人呢 显得像个白眼狼 就是你不 你不懂这个做人呢 做做人 你要懂得感恩的 对吗 做要咱朋友 要讲究意气的 或者你欠别人的 可能是要加倍 去偿还 人是应该有这样的意义 我觉得这都是江湖 这都是 可是这最悲剧在于说 这个像打乒乓球 我今天吃亏给你 是因为想要有一天 可能我求你 然后我求你的那一天 我假设 期待你会回报 那要打乒乓球一样 有来有往才行 可是我们看到 太多人群事故的故事 别的不说 就讲杜月笙嘛 对不对 一辈子吃三碗面 我忘记那三碗 馄饨面什么 榨榨面 没有 情面 人面 长面 好像是 帮人什么 什么事都闲话一句 再穷的时候 过年过节 还是坐在家里 学生 门生来拜年 谁过来 就一个大红包 一堆钞票给人家 到老了怎么办 到老了 这是在香港 谁拟他 穷哈哈的 就在那个中环一个地方 西环一个地方 一家十五口 住在那边 徒弟来 过年来过节 是来讨红包的 不是给你送你的 送一点点你 蒋介石当然更不拟你嘛 所以杜月笙才留下名言嘛 对不对 我不去台湾 我们这种人就像什么 叶 叶胡 叶胡 叶的时候叶一叶 叶完了就 没有 丢进床底 还嫌你脏 嫌你臭 对 所以当你 人情世故 你怎么跑江湖 最感慨是说 对方不懂得回报 我们才经常感慨 哎呀 没有江湖规矩 我做了好事 你不回报我 你不感恩 这个听得真的很悲凉 他人情世故 运筹那么好 最后好像 当你其实没有权利 别人对你们 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也是都散了的 其实我 我就觉得说 你刚刚说 有的人他懂的人情世故 有的人不懂 但好多时候 我发现有个规律 就是有的人呢 他对自己有 特别有自信 或者是说 他觉得自己 他有本事的人呢 常常不太注重 这个人情世故 那么所以这种人呢 他在走的道路上 其实碰到障碍蛮多的 那虽然你有本事 人家一看你不懂 人情世故 有时候尽量给你 设置障碍 真的 尽量有这种 真的 所以呢 但好 就是说 所以真正特别成功的人 他是又有本事 他可能又稍微会 身段放软一些 怎么去照顾周围 对 然后比较差的呢 就是其实没什么本事 自己打起为 自己有本事 出来还不 还不正眼看人 对 这个就是比较糟糕的 你比如说 我亲眼见过 就一个演员 是怎么样 在在谈笑之间 他就失去了一个 我觉得可能对他 他自己都不知道 对他一生 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仅仅 因为我都熟悉 他们几个人 包括这个电影的 这个投资人 仅仅是因为 这个年轻演员嘛 大概有点嚣张 觉得自己挺红啊 对这个老板 可能言语上 不是很热情 哎 什么 我认为这个老板 你知道你有时候年轻人 你失去的机会是什么 他都不见得是坏人的 你拿出几个演员来 说 这个怎么样 我当时就在旁边 我亲眼就看着他 他就说 这个不错啊 然后就说 这个怎么样 就说到这个人 这个老板如果是个坏人 他就会说不行 我觉得他都自制 都是说 这个人我不表态 没有说你的坏话 你知道吗 你为人 你就是为人 你差了一点 那个年轻的演员 他永远不知道 他失去了什么 就是有时候你完全 这个成年人的世界 你不懂啊 我说的好像 我这个老头是 可是你说的 那个朋友真的很温暖啊 我觉得很慈悲啊 虽然他 对他没有害你嘛 可是当然 在那种场景里面 当他说 我不表态的时候 其实就等于表了态嘛 对方说 你一定是你慈悲 不说别人坏话 那表示这个年轻演员 有问题的 那我还是那个 那个角色不给他 等于还是会有影响 还是很好 我记得我有一个前辈啊 反正以前在一个机构 报纸啊 有斗争嘛 有个人真的很坏很坏 很坏很坏的 把我的前辈整的什么样 后来离开了 那过了两年呢 有另外一个大机构 要请整他的那坏人跳槽 可是那些洋人机构呢 很很稳当 到处先问一下口碑 然后打了电话去北京 给我这个前辈 问他对于这个坏人 有什么意见 那我那个前辈 就是一句坏话都不讲 也不说我不表态 只是说对不起 我跟他不熟 我没什么意见 后来我知道这个事情了 我问长辈嘛 我说先生你真是好啊 那为什么 你不说他坏话呢 假如是我一定说他坏话嘛 也不是坏话 就把那事情讲出来嘛 然后我长辈就说 一句一句说 很简单 我说了我睡不着嘛 我说了别人坏话 我睡不着嘛 这叫做慈悲嘛 慈悲 我觉得这种就是 或者头上三尺有神明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我看南方人物周刊 那天我跟我们看一个香港 有一个当年的 石某K啊 的一个大佬 叫胡须勇 过世了 过世了 然后这家伙 就多少人徒子徒孙的 就给他给他送病啊 然后呢 他生前呢 这个这个周刊的记者 就采访他 他就他就你看 他就是说 我们的那些老一套 这些江湖人情世故 说今天的年轻人都不懂了 但是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今天的年轻人 就是认实力 就是认实力 没有礼貌 没有尊敬 无所谓 就是实力 但是我就从他这个话里 我想这种老老 黑老大的这种 最后的遗言 世界是不是这样 更有效一些 就咱不用讲 这些个轮常 这些扯 就是就跟国与国之间 你厉害 你就话事 我怂就完蛋了 我倒不觉得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两个方面 你刚刚说 现在年轻人都认实力 我倒是看到的 很多年轻人 上来是先认关系 以前有一个实习生 以前有个实习生 然后快要走了 我说那我跟你聊聊 我说你现在下面 有什么打算 他说 我准备先去建立一些关系 我说你呀 你刚出来 你做好了 大家自然就认得你 你的关系就会有 你怎么先去搞关系 我说这个到了吧 这个 但反过来 当你做到一定的程度 你不认识关系 其实也不好 我倒不觉得说 你认知关系 是一种很势力的东西 我现在常常 可能也到了年纪了 我就换为思考 我就比如说 我前两天 我到了一个地方 就是到了一个机构 就去一个洗手间 然后刚好呢 碰见以前有一个 有个人其实 就过去 他一直对我也不太好的一个人 我们见面也 也不说话 我一看他 我也就 我也就没反应 我就去上洗手间 然后我在里面 想了 想了几秒钟 我想 那个不行 我要出来跟他说话 我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也躲 我就走了 但是我心里就很内疚 我觉得那一刻 不是说我要跟他去搞关系 已经没什么关系 可搞了 但是我觉得 如果我缓和的 跟人家说一句话 大家彼此开开心心 就是 好像我能给人家一种 一点点小温暖吧 对吧 这个人情就 你刚才说 我不觉得那个年轻人是错的 确实关系很重要 在他的发展道路上 当然他不要只搞关系 忽略了自己的实力 但是有关系很好 因为你们讲了 可能是同一件事 他搞关系 因为搞了关系 给了他实力 比方说 以前的那个什么黑老大 说以前的人 现在的人只看实力 以前的人尊重老大 因为以前的老大就是实力 我必须尊重你 你有实力 你才会给我实力 把你实力分给我 关系就是实力 但现在不一样 现在有了手机 有了网络 我经常谈过好几次 人家研究美国的黑社会 有了手机之后 那些帮会都没了 就变成很散 我不需要靠你老大来统筹 派这个地盆给我 我去卖毒品 不需要了 我两三个小朋友 有手机 我自己可以拿毒品 分毒品 甚至可以网上 从哥伦比亚 买毒品来卖 我干嘛还来尊重你 所以到最后 我就是讲实力 当然你刚说 那个故事很有意思 就是跟你朋友 什么环和关系 我突然想到 我不太伤甘了 我记得有一次 我去一个地方 电梯门打开 我碰到谁 那个电影公司大老板 周文怀 周文怀跟孝玉夫 两个对头 以前他替孝玉夫打工 反正他也去那个机构 去找一个朋友 谈那件事情 电梯门一打开 我看到他 我好开心 因为很喜欢看 他的电影公司叫什么 佳和 开心 我就很热情 想跟他打关系 一开口就说 哎呀周先生你好 我是你偶像 很尴尬 周文怀就 我也回不过来 我说你好你好 我是你偶像 然后他也很有礼貌 很有休养 跟我握手 然后我说他这件这件 然后走 电梯门在我背后关起来 我才想到我讲错话 很尴尬 我转身他已经下电梯了 我就敲着电梯门喊 对不起我是说 我是你粉丝 你是我偶像 很尴尬 那个事情 我到现在耿耿于怀了 对啊真的 对 其实好多时候 这个人情就是 其实别人可能也都忘了 我们心里面自己过不去 别人不会忘的 要小心 所有的人都是小心眼儿 我的体会 就是你对关于他人啊 最敏感的是 自己受到的伤害 你这个话呀 这是相反 你要有很大的情伤 去了解你这个话 说给人家 我那天就是碰见 我就到今天特别后悔的一个 一个事 就反映了我这个一些 不健康的思想 就有一个当年的同事 就是反正 就是妻子过世了 我很多年没见到他 在飞机场碰见他 他说 我老不去世了 因为我当时脑子在想着改航班的事 我竟然随口说 我说 那也不错 或者说 我说的是 那也不是坏事 他看着我 我后悔到今天 我说我怎么随口会说成这样 我应该不是 读过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